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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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烘焙初學者 不要忘記 這道甜點 你絕對是可以入手的一款 非常好的甜點 相信很多朋友 對烘焙都充滿了興趣與熱情 但是往往呢 初學者都不曉得要從哪一款甜點學起 所以呢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道 零失敗的手工筆 剛才就是我們的巧克力杏仁筆 來看一下我們今天是擦中吧 可可粉 低筋麵粉 細砂糖 無焉奶油 新鮮雞蛋 堅果類杏仁條 那我們現在的器具也很簡單 就是打蛋器跟一個鋼盆 那如果說你家裡是有機器的朋友 我們可以用機器來使用 首先是我們的食材無焉奶油 那你買的時候它是冷藏 呈現硬的狀態 那買回來我們要室溫 讓它稍微退冰 大概一個小時 不出油為原則 那稍微用手摸下去 有稍微軟化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把無焉奶油下下來 還有我們的細砂糖 下下來的時候我們稍微做一個攪拌的動作 我們這邊就充分的把無焉奶油跟細砂糖給吃進去 那現在很明顯的就是看到我們的奶油啊 呈現比較反白啊 就是有打入空氣 那這邊的話教大家一個小技巧 就是我們的雞蛋一定要使用常溫的 你如果使用冰的啊 因為奶油遇到冷 它會收 所以你會造成分離的現象 那我們雞蛋呢 因為它是液態的部分 我們要分兩次到三次吃進去 那一樣 雞蛋下下來 我們一樣做一個攪拌 好 它已經很明顯的吃進去的時候 我們再吃第二次 然後第二次也吃進去的同時呢 我們就一次全下囉 好 充分的攪拌均勻就可以下我們的粉類了 粉的話啊 我就不會使用打蛋器了 我就直接用手 那如果你是使用機械的朋友 是桌上型啊 我們就開慢速下去做 攪拌 否則它那個粉啊 會漸起來 我們就用手稍微把它搓揉一下 讓它現在已經慢慢的吃進去 我們就把它揉到成團就可以了 現在已經成團了 然後顏色也快 都變成可可粉的顏色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像我們的堅果類 我今天是使用杏仁條 那如果沒有杏仁條的朋友 我們也可以使用杏仁片 杏仁麗 杏仁麗比較不建議啦 因為它是顆粒的 那你等一下在切的時候啊 會掉出來 就是附著不住 那堅果類下下 我們一樣把它稍微搓均勻一下 這樣子呢 麵糰不黏鍋邊 這樣大致上就是完成了 有沒有看到鍋邊 它其實是沒有麵糊的 完全成團了 這樣子就是完成了麵糰 我今天這邊的麵糰呢 它的總共是1000克 只有分成兩團 基本上就是500克 那我現在去做一個動作 那其實它這也是一個小技巧 今天整形啊 會把它搓成圓圍 那很多朋友可能會覺得說 欸我的餅乾啊 搓起來都不圓 形狀怪怪的 那就是因為我們這個麵糰啊 你看它現在是圓圓的 所以你在整形之後 你把即便把它搓圓 它也會變形 所以你的形狀就是 比較那麼...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數小 就是我們就要先 把好的麵糰 你先要進整長 你一個半個小時左右 或10分鐘 15分鐘 要試這個麵糰的軟硬度 去做一個斟酌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整長冰啦 我是使用這個 巧克力之間 我先用來備用 那這個 寬度啊 是42公分 買來啊 它就是這樣 一大張的 那我今天 因為我的麵糰是分兩整份 把我這個紙 才成兩整份 那如果你沒有烤給一組 或烘給一組的朋友啊 我們用塑膠袋也是可以 不設計 只要它不會黏 我們只要比麵糰就可以了 冰桃啊 因為它表面比較硬 我們稍要把它揉一下 那它整個麵糰的軟硬度 是一樣的 稍要把它揉一下 好 揉到大概麵糰 反正一路都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搓長 注意要把它搓得緊實 那等下你再切的時候啊 它才不會 有空洞 那會黏的話 我們先稍微撒一點高粉 那高粉不要太多 不然你等一下 切起來啊 它會白白的 很像發明 那我這邊有 拆切好了剛剛的 烤焙紙 是42公分 我們就把它搓到42公分就可以了 好 拆好麵糰的長度 我們就把它捲起來 把它捲起來 拿著冰 這樣子就完成了 冰好的巧克力 煮到我們就可以白切了 那記得如果太硬的話 我們把它退冷藏 那基本上頭我會切掉 那厚度啊 我習慣大概抓0.5公分 每一片把它切0.5公分 要盡量厚薄度一致 等一下烤焙的時間才會 比較一致 那我們切一看一面 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 性能條 非常的漂亮 這個保存也非常好保存 你做好的餅乾麵糰啊 我們可以冰冷凍 兩個禮拜是沒有問題的 切多少切多少 非常的方便 切好的餅乾 還在我們的鐵盤上 那我這個鐵盤是不沾鐵盤 如果一般家用 不是不沾鐵盤 記得我們下面要鋪一個烤焙紙 這樣你的餅乾才不會黏住 那剛剛有講說 餅乾要搓得緊實 它中間才不會有洞 你如果切開來啊 看到有洞 就是你在搓圓的時候 沒有搓緊實 才會造成洞 那我們就是切完一條 就趕快先排 所以它退冰軟掉啊 你可能摸了它就會變形 好現在我們餅乾都已經排好 也切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進行做烤焙囉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烤餅乾的一個小技巧 那我今天使用的溫度是 上火180 下火150 烤焙時間20到25 那烤焙時間也是要看你餅乾切的厚薄度 反正記得我們烤餅乾 那如果上下火啊 我下火都會看得比較低一點點 這樣我們烤焙起來啊 餅乾底部比較不容易焦掉 那我們進行烤焙吧 就到我們最放熱的試吃時間囉 這個就是我們 零絲飯的巧克力杏仁餅 我來讓大家試吃一下 喔 有沒有看到 超級富貴的 我們的奶油跟素砂糖 融合之後 那個素脆感真的非常好 然後帶點可可粉的福貴 以及我們杏仁條的香氣 我覺得這個味道中的起來是非常好 如果你是烘焙出學者 不要忘記 這一道甜點 絕對是你可以入手的一款 非常好的甜點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